要实现理想 同时守护自爱家人 你需要及早识心策划 恒生保险有限公司 推出传承高速人寿保险计划 迎合你的不同需要 令你的理想人生触手可及 本计划提供终身人寿保障 并助你长线滚传财富 以获取潜在的优厚回报 达成长远目标 本计划让你提早计划财富传承 保障及维持自爱家人日后的生活质素 本计划以美元及人民币为保费货币单位 你可选择三年缴款或一不过缴付保费 便可享终身人寿保障 你可选择以一不过支付 或每月分期方式派发新顾保障与受益人 提早为家人的未来财务需要作出规划 你可更改寿保人多达三次 让保单传承至下一代 确保后代享有财务稳健的未来 本计划致力助你资产潜在增值 享受无忧生活 当保单生效时 及于第十个保单年度之后 保单持有人 可以申请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锁定部分保证现金价值 及非保证特别红利 如有减低投资市场波动的影响 同时保单持有人 亦可以随时申请提取保单价值管理收益结余 提高资金流动性及灵活性 以满足保单持有人个人及家庭的需求 于受保人新雇 保单取消 失效 或终止 或保单退保 或部分退保时 以教组者为准 以不过非保证特别红利 如有 或会向你 受益人 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 收益人派发 提供额外的潜在回报 只要受保人符合本计划之申请要求 不论过去的核保记录 职业 健康及财务状况 都不需要验身 保证受保 如受保人于首个保单年度内 不幸因意外申雇 除申雇赔偿外 保单指定的收益人 更可额外获得意外申雇保障 金额相等于基本计划之 以缴总保费的10% 若受保人被诊断为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恒生保险将支付予指定的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收益人 相等于索偿获核准当日之 正现金价值如有 加上特别红利如有 及保单价值管理收益结余 如有的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 我们一起参考以下例子 黄女士 40岁 是一名银行高级经理 有一个10岁的儿子 她开始为退休作打算 并希望能好好计划 财富传承 维持致爱家人日后的生活质素 所以决定投保 传承高速人寿保险计划 黄女士以一不过缴付保费 10万美元 黄女士到寿保年龄43岁时 保单的预计总现金价值估计 已高于以缴总保费 以美元为保单货币的保单为例 保单缴款期为等缴保费的预计总回报平衡点 可以短至3年 另外 保单的保证现金价值回报平衡点为7年 介事黄女士的受保年龄为47岁 由于本计划设有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黄女士可于第11个保单年度开始时 选择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锁定部分保证现金价值及非保证特别红利 免受投资市场波动的影响 假设黄女士锁定60%的保证现金价值及非保证特别红利 于第11个保单年度完结时 我们尝试比较在不同市况下的预计现金价值总和 总括而言 若市况利好 特别红利可能增加 在这个情况下 若黄女士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及锁定部分保证现金价值及非保证特别红利 她可能失去因市况利好下获取保单潜在高回报的机会 若市况疲弱 特别红利可能减少 在这个情况下 若黄女士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可以保障她计划内部分已被锁定的保证现金价值 及非保证特别红利 如黄女士不幸地于第20个保单周年日 即受保年龄60岁时 发生意外后神志不清 需要持续住院 精神科专科注册医生 确定黄女士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 如线安排的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 可助黄女士勉强繁复的法律程序 及时获得应急金额 黄女士的丈夫获黄女士委任为保单内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收益人 黄女士的丈夫将获得23万7千846美元 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 以应付黄女士的医疗及日常开支 当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收益人 以收颍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保障赔偿 本保单包括基本计划及所有附加保障如有将宗旨 本计划亦提供新雇保障支付选项与黄女士选择 如黄女士于第40个保单周年日 即受保年龄80岁时不幸新雇 新雇保障资金额为64078美元 若黄女士设定了一不过支付新雇保障方式 受益人即黄女士的儿子将收取一不过64078美元的新雇保障 若黄女士设定了每月分期支付方式 假设她选择将全部新雇保障以十年期 每月分期支付方式派发给她儿子 每月分期支付之新雇保障为5333.98美元 任何未付的新雇保障之余额 会按非保证利率积存生息 直至新雇保障的全部金额派发与受益人 因此累积利息34317.34美元 将连同最后一期新雇保障一拼支付给她儿子 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例子 了解更多如何库存三代 将最好的传承下去 60岁的Alfred已经退休 她的儿子Anthony已移民英国数年 她非常痛爱5岁的孙子Julian 希望配置部分资产给她儿子 Alfred决定以一筆国缴付保费 200万美元投保全城高速人秀保险计划 Alfred在第十一个保单年度时 即算指Julian 16岁时 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锁定30%保单价值 并开始每年提取8万美元 与其至25岁 以作为学费及生活费 直至完成碩士学位 Alfred在第25个保单年度时 再次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 锁定30%保单价值 并提取120万美元与Julian置业 并将受保人更改为她儿子Anthony 让其资产传承下去 届时预期现金价值 仍有320万零5712美元 Anthony也打算在Julian分后 将她改为受保人 让她可以感受到爷爷留给她的心意 要了解更多计划详情 请职与我们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